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烧烤,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这次视频是要教大家新手如何挑选美瞳 以及我的几款爱用美瞳的分享 不知道你们在挑选美瞳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以下的几种问题 戴了一次因为舒适度不够所以闲置的美瞳 挑了很多副美瞳款式,确实是没有挑到自己心仪的款 年抛跟日抛到底该怎么选呢 接下来会帮大家一一解压这些问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看下去吧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真的是日抛美瞳最好吗 那其实呢是年抛的美瞳比日抛的美瞳质量更加好一点 那举个例子好了 日抛美瞳呢就像是一次性纸杯 干净,卫生,便携,但是用完就扔掉 而年抛美瞳就像是马克杯 材质是比日抛更好的 如果你有长期佩戴美瞳的需求的话 建议还是选购月抛和年抛类 因为它们的材质会比日抛更加好一点 因为时效长的产品质量往往会好一点 但是清洁不当呢也可能会造成年抛跟月抛美瞳的细菌滋生是不可避免的 总结一下就是日抛不是质量最好的 但是它是最卫生的 相对来说是年抛的质量更好 成本更高 但是要注意日常的护理清洁等等 那第二个要讲的就是挑选美瞳一定要看的美瞳的材质和参数 市面上常见的美瞳材质大致分为三种 水凝胶、非离子和硅水凝胶 健康的眼睛推荐用水凝胶 它价格最便宜 非离子的材质是适合眼睛里经常有分泌物的姐妹们 那最后一种硅水凝胶呢 是目前市面上来说最好的一种材质 它的保湿效果好 价格也会比其他两种材质更加贵一点 它的透氧率呢是普通水凝胶的五倍 所以它的舒适度也是最高的 保湿度也是最好的 当然成本也是这三种里面最高的 但是我们只要着重看三个就好了 特别是直径、含水量和肌壶 如果你选购的美瞳肌壶不适合 就会造成你美瞳的画片 如果肌壶太小的也会造成 美瞳牢牢的吸在眼球上面 会觉得眼球很紧 肌壶一般是8.4到8.7 最适合亚洲人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肌壶呢 可以去附近的眼镜店测量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是直径 直径也是选购美瞳的一个关键要素 它能让你知道美瞳上眼 大致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适合我们的美瞳直径在14.0到14.5之间 我个人其实是更加偏向于14.2的美瞳 它能自然增大 但是又不会特别夸张 14.5的美瞳其实已经有点偏大了 那最后一个看的呢 就是美瞳的含水量 但也不是说含水量越高越好 虽然它听上去好像是 含水量高就会更加湿润 其实不是 如果你经常待在空调间里面 是建议你选择含水量较少的美瞳 它当时戴上去的舒适度是很高的 但是等你长时间佩戴之后 它就会反吸你眼睛里面的水分 造成眼睛干涩这样 那是不是美瞳直径越大 就显得眼睛越大呢 是 但是如果你挑选到 不适合自己的大直径美瞳 反而看上去会显得空洞无神 那第三个要讲的就是 如何挑选到自己适合的美瞳颜色 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过 一个是根据你的血管来分辨 你是什么肤色的 然后去挑选美瞳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很准 美瞳的颜色必须跟你自己原本的颜色 统一和谐 比如说你的发型 妆容 肤色跟造型 如果你想走青春路线 当然是选择深色美瞳 但是不要是黑色的 因为黑色美瞳会显得你的眼睛 非常的像一网死水一样 那如果我挑浅色的美瞳 是不是会显得特别有神呢 那也不是混血款的浅色美瞳 如果你不带妆 会显得你整个人非常的疲惫 憔悴 甚至会收缩你的瞳孔 混血的美瞳 它是比较挑人的 如果你的五官力度高 眼窝深山根高 那混血美瞳就非常适合你 如果你的肤色偏黄 那首选就是巧克力色和棕荷色 这两种会显得你的皮肤 没有这么黄 它不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暗沉 那如果你的皮肤偏白 那就可以随便选啊 然后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黑色头发呢 会建议你选偏深一点的美瞳 如果你是黄色头发 那种浅一点的黄色呢 建议是选择饱和度 跟你的发色差不多的颜色 是饱和度不是颜色 比如说浅棕色灰色混血色蓝色紫色 这些都可以戴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荐几副 我最近爱用的美瞳吧 都是韩国进口的品牌 丘里家的 主打的就是明干眼和干眼的姐妹 那第一副呢 就是我眼睛上这个丘里的年泡蓝棕色 它是14.5的直径 几乎8.6 含水量38% 佩戴尺码是XL 适合像我一样大眼眶的姐妹 这是一款偏大直径的微混血眉头 它蓝色跟棕色过度非常自然 反搭配淡妆跟浓妆都是非常合适的 这款放大眼睛 然后提亮效果又比较好 其实是我日常戴的最多的一款 因为它的直径非常适合我这种 大眼眶大五官 那第二副呢 就是我现在眼睛里面这个丘里的 钻石茶色 一副绿色的半年泡 直径是14.2 轴色直径是14.0 所以会比刚刚那副看起来小一圈 几乎8.7配戴是马M 这款是自然偏寒气的眉头 上眼是有质感的青绿色 绿色中又泛着淡淡的棕色 是一副颜色过度自然的冷色调眉头 这副也是淡妆浓膜都OK的款式 那第三副我已经戴好了 就是我眼睛里的这副 丘里的钻石蜜糖棕色的半年泡 它的直径是14.2 几乎8.7配戴芝麻M 含水量38% 它的颜色是棕咖色 带一点点类似于西柚的刮纹 是自然放大一点点双眼的款式 它的保湿效果很好 配色高级又有质感 这也是一款我觉得那种 日本韩国的小姐姐会非常喜欢的美瞳款式 那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秋莉的天猫定制礼盒 它打开里面其实是有一副年泡 然后一副日泡 然后一个护理液和一个美瞳盒子的 它这个年泡已经戴在我的眼睛上面了 这个礼盒算起来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因为你单买可能一副日泡 跟一副年泡也是这个价格 但是它还在送了你一个护理液和美瞳盒子 真的是满盒算的 性价比超级高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马上去他们期间店看一眼哦 送人跟自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这期视频到这边就全部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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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